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见客户 不行 我不让你走 杨洛 请你适可而止 我不管 你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哪儿都不让你去 我去见完客户回来再说行吗 不行 杨夕是我们家的 多转那天 少转些 没什么关系 你不是要这样见客户吗 你跟周末说 林斗现在有事不去见他了 下次再说 就这样 好了 我们现在有时间好好谈谈了 杨洛 你可真行啊 我现在客户也不见了 哪儿也不去 咱们就到明镇局做个两段 你要去明镇局干什么 干什么 咱们去离婚 不 我不要离婚 我不要 杨洛 我对你彻底的绝望 灵雨 我求求你冷静 原冷静一点 你就省得放弃这董事长的身份吗 公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想好好跟你过日子 什么跟你回家 你有任务过过一天安生日日子吗 什么董事长 我只不过是一个 被你控制欲和谎言束缚的犯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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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老公 老公 百姓 老公 老公 不要哭 不要哭 你不能哭 为了孩子你不能哭 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咋来了 不是的 爸 你求求我 你听着 你听着 你也要救救我 不要哭 有事慢慢说 爸 我本身好意 我就是想给他 一个幸福的家 可是他怎么就不肯 原谅我呢 靳儿啊 因为这一次 已经就是过了 不要说灵循 我你也骗了 我现在还在等着抱孙子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这种身体 怀疑的可能性很少 你与他又不配合 你等我怀上孩子那一天 他早跟我离婚了 你不来的 爸已经替你找了一个 最好的大夫 现在医学很发达 有什么事情不行的呢 不要给自己有压力 其实有没有孩子我不重要 我在乎的是灵御 孩子要要 灵御也不能放弃 但是你这么一折腾 你们两个人的结 更难解了 他的脾气我清楚地恨了 撤起来 石头扭地拉不回来 你说他这一次 他怎么就这么绝情 离婚两个字脱口就出来了 女儿 女儿 你太不了解男人了 对我们男人来说 最要紧的 就是庄严 你现在骗他 派人监视他 还说你怀了孕 不要说灵御什么有傲气的男人了 就哪个男人受得住 爸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 你的胳膊肘怎么还往外拐 你是我的女儿 我会替他说话吗 我想你搞啊 硬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 他辛苦 你痛苦 不行的话 你又让他嘴巴呗 我不 爸 我不离婚 我也不想你们离婚 他对我们羊是太重要了 但是在我眼里 你比他重要 爸 我求求你 我只要跟灵御在一起 我只要他 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 不要让灵御走 我只要他 爸 我求求你 谢谢啊 怎么办 你说你店里生意那么忙还来接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什么不好意思的 千斤拿买我乐意 妈 张叔叔好 哦 你 怎么行啊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这不外面凉快吗 我出来透透气 房子里面是太热了 哎 您嫂这样吧 我出钱给腾腾装个空调吧 舒服一点 瞎说 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张叔叔 谢谢您 高考的时候也没有空调 我是不会受环境影响的 彤彤 你这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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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憋不住想告诉你 这回 我又是年纪第一 这妈太好了 这回妈可放心了 这孩子真有出钱啊 丁嫂子真是好福气 哎呦呦呦 这样吧 我做东 我做东啊 为咱们的高材生庆一个功 不行 不能让你破费 你看 平常你老帮我运衣服 我还没找个机会谢你呢 坐坐坐坐 来来来 祝贺彤彤取得 接得性的胜利 再接再厉 来 干杯 谢谢张叔叔吉言 张叔叔 妈 如果 没有你们一直在背后支持我 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彤彤 你张叔叔说的对 咱是胜利 可只是阶段性的 这前面还有一场大决战呢 哎呦 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了 孩子那么聪明 没问题 对 妈 张叔叔这话说的对 我有您那么好的基因做底子 我相信自己肯定没问题 是 那彤彤 你想过没想过 那个报什么志愿啊 嗯 想过 我的第一志愿 就是北清大学 好 有志气 来 叔叔敬您 来 谢谢张叔叔 行了 你俩别关顾着喝 有吃点东西 来 妈 您也多吃点 回头 我要是真去北京上学了 就留您一个人在家了 我也不能经常回来 您自己 一定得照顾好自己 你就别操心我了 只要你好妈就过得开心 我呀 已经给你准备好 三个学期的学费了 你什么都别管 安心读书就行 嗯 妈 您这么多年 都是为了我操劳 从来没为自己考虑过 孔子云 父母在 不远游 回到我这要去北京上学了 就不能陪在您身边了 心里 特别不值思乱 老婆 这什么远游不远游的呀 你别想那么多了 安心准备考试 只要你过得好 就是妈最开心的事 放心吧 你走了还有我呢 嗯 还有那个咱们结婚的邻居 照顾你妈的呢 哦 妈 回头等我去上学了 您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您这么多年 为了这个家 一直操劳 您太辛苦 太累了 您就没想过 再给自己找个伴 那样您才幸福啊 这孩子 怎么乱说呢 你这从哪儿学了 这一套一套 这童童是咱们这儿的 大学问家啊 这也是童童的一片孝心嘛 对啊 来 张叔叔 我敬您 这就算咱们为男人干杯 来 干杯 真长大了 瞎说什么呀 这都是 妈 您吃 待会儿都凉了 来 吃凉 谢谢张叔叔 谢谢 进来 进来 爸 这么晚还过一下 这 工资比较忙 我再加班 加班呢 是啊 露露说 您好几天没回家了 公司正上升期 所以比较忙一点 还要瞒我 我不是为公司示来的 平时我们忙 很难相聚 不愿意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 喝点小酒 好好地谈谈 怎么样 这办公室 还用得惯吗 用得惯 一切陈设都没变 天啊 好几天啊 都很淡 喝酒啊 还得喝沉的 就像过日子一样 两个人在一起 长了 日子 就过得有滋味了 忍不住兴致 还没等到日子过得有智慧就散了 那就可惜了 爸 这肚肉告诉你 包 夜里会冷 你感冒了 我们阳师就没有一个火车头了 年轻的时候 习惯了 这里很舒服 那总没有 睡在家里舒服吧 李宇 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李宇 我向你请罪 你这是做什么 都露得臭脾气 完全是我管出来的 现在你们有了问题 就是因为我这个老丈人没有好好地交代 我任罚先干 爸你别喝 接不接受 随便您 爸您先坐 先坐 爸 他是他您是您 我跟他再怎么不快 也不应该你出来承担 这话你说错了 你现在 就好像当年的我 疑心迫在工作上 没有好好地处理家里的事情 卢露就是因为这样失去了她的母亲 因为这样她的脾气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责任我要负她 对一个男人来说事业重要 但是好好地维护一个家庭也是必要的 不要想好 不要跟我一样犯同样的罪 不要轻易地说放弃 可是我 卢露有多少错 今天 我是替她来赔罪的 假如 你还对我这个老年 要给我一点面子的话 你就喝了这杯 好了这杯以后 什么 分什么礼就不要再提了 行不行 行不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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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你 一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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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凌羽的妻子 她现在是杨氏的皇帝 你要做个像样的皇后 不能做公主了 信任她 支持她 别再给她添乱子 爸 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看她是杨氏的皇帝 老公,你能再認了我一次嗎? 老公,你也是 我送你。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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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一 二 三 看你儿子都能伺候你了啊 舒服 走 你说你弄得麻烦干嘛 我在家养着不就行吗 多出来晒晒太阳啊 骨头才能长得好嘛 我知道 我知道 维生素D啊 可以从阳光中收获 嗯 拜拜 我们一起晒太阳吧 我长个子 你长骨头 好 抱歉 都快成小科学家了啊 嗯 快点 来 快点 走着爸爸脖子 听爸爸的 嗯 爸 快点 今天我们官警们来说话 冯森林是一块 多么难啃的骨头啊 生被我们嘴硬的楚楚 给啃得下来 她凭着这漂亮的仪仗 使我们公司提前完成了 今年上半年的业务计划 在这里 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表示对楚楚的静默 好 谢谢 干我们这一孩 凭的是什么呢 凭的就是业绩 说话的也是业绩啊 我们业务总监这个位置啊 已经空前很久了 我之前有言在先 谁的业绩好 就提升为业务总监 今天我在这里正式宣布 秦楚楚同志 为我们地平线保险公司的 新任业务总监 好 谢谢 王总 这不合适吧 我来公司的时间不长 资历又浅 能签下冯总这一单 我觉得 就是歪打正着 大家都知道 这单业务 是何经理一直跟着的 是他在冯总面前 树立了我们公司 良好的品牌形象 我 这业务应该算是何经理的 而且何经理在公司的时间 这么长了 他的能力啊 业务水准啊 都是在我之上 这个业务总监 应该他来做才合适 秦楚楚 还轮不到你来安排我吧 小何啊 你这种图书的干劲啊 值得表演 但是你应该把这种干劲啊 去对付那些难缠的客户去 去给他们周旋 去打持久战 不能把这种干劲啊 内耗在自己的图事上了 初初啊 你也不要谦虚啊 总公司任命你为业务总监 是对你业绩的肯定啊 当然了 还希望带领我们业务部门 把我们的业绩搞得蒸蒸日上啊 这可是有业务指标的 再者说了 总公司对你的任命 你怎么能动动嘴就改呢 这成什么体统啊 方美人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我何禅娟为了公司 卖了多少年命 你是知道的吧 在公司里 有哪个人比我的经验更足 资历更老 再说了 我也不是吃干饭的 我培养了多少销售团队 拿下了多少业务 这些谁能跟我比 你看看在座的这些人 哪一个不是经过我指点过的 你从去年开始就口口声声地跟我说 要升我当业务总监 你出尔反尔说话跟放屁似的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你这是跟一个领导讲话的态度吗 你凭这一点 怎么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以身作则 你又怎么能够当总监呢 你过去的业绩啊 的确辉煌过 但是你今年的业绩很不给力啊 人家秦楚楚光凭着冯森林这一单 就体得了你大半年的业务量啊 我们干保险的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业务啊 谁有本事谁就能上 各位同仁 我们地平建保险公司 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 谁有本事谁就上啊 谁有本事谁就上 你问问她 是哪门子的本事啊 人家冯森林能上门来签合同 这就是本事 能够让冯森林主动来签单 秦楚楚啊 你是她小姨子还是小姑子 禅君啊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你弃一张 哎 脚儿儿啊 初初姐可真有本事啊 和经理强工好几个月 都搞不定的缝森林 居然跪着求着要买你的保险 唉 那个缝森林我听说过 又好色又狡猾 不给他来点实在的 他踩都不踩你 还是咱们初初姐少妇淑女啊 什么没见过呢 到底能活得出去 像我们这样的小女生 可耍不来这样的手段呀 初初姐 以后你当了业务总监 可要好好教教我们啊 不过还是算了 我这人又笨又要脸 怕是怎么学也学不到位呀 就死人了 还是少说两句吧 今天这个状况 我认为大家应该就事论事 不应该搞什么人身攻击 也不要把你们能做的事情 放在我的身上 我来公司的时间是不长 但是我兢兢业业地为公司服务 感谢王总 感谢总公司 能够对我的工作 给予这么高的肯定 业务总监这个工作 我一定做好 业务部的各位同仁 如果你们谁不服气 把你们的业务量做上来 我把总监这个位置让给他 从今天开始 你们都是我的下属 我希望你们在公司的时候 能够兢兢业业地 为公司服务 把自己的业务做精 不要搞什么无气八糟的东西 谢谢大家 好 让我们入客 谢谢秦总监 姓鱼 明晓 还不走啊 领嫂 我今天真是太冲动了 我都听说了 我跟陈娟 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从来没有吵过家红果脸 今天是第一次 你说 我根本不在乎那个什么 业务总监的职位 我真心诚意地想让给他 可他就是不信 他认为我是在跟他耍手腕 在跟他抢 这段日子 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是 闹了点什么矛盾 我去找他解释吧 他又不听 再加上孟小云今天说话那么难听 我这一生气了 我就把这事给接下来了 禅娟吧 个性很强 是她把你带进公司的 现在你又做了她的领导 她肯定心里不舒服 这我也理解 可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了 她真就为了一个 什么业务总监她就跟我翻脸啊 楚楚啊 禅娟呢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你看她一个人在外面 全打巧踢地撑起一个家 最主要是她家里原来条件那么好 就是她也好你也好 其实有点脾气都正常 压力都挺大的 那她也不能当着那么多人面 让我觉得特别没面子 那她吵你撒气 那不因为跟你关系近吗 你看她怎么不吵那个孟小云撒气 楚楚啊 禅娟你还不了解她吗 你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发一阵脾气也就过去了 等过了这段日子 你再找她好好谈谈 你们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我都看在眼里了 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 听你的 快回家去 你先歇会儿 别忙了 我给你商量个事 嗯 哎 来 公司 嗯 我昨天 听你说要给那个童童凑学费的事啊 我 我想的一夜 这 学费的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还 商量什么呀 童童不是说吗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比一个人幸福 你看 咱们俩 也都这个年纪了啊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想跟你做个伴 咱俩成个家吧 一起过日子 我都这个年纪了 不讨人嫌就不错了 我根本就不想这茬子事了 昨天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看童童那个态度 好像不反对咱们俩了 好 原来被你一顿饭就给收买了 你一个女人啊 自己要讨生活 还要筹策孩子上学的钱 真是太难了 我这个裁缝铺子吧 虽然不怎样 但是两个人凑在一起 总比一个人强嘛 这些年呢 我也存了一点钱 不多 五万块 我算了算 我算了算 大概是够 童童上大学的钱啊 剩下一点钱呢 咱们还可以拿来过日子 咱们互相帮衬着 有我一碗饭吃 我就不让你喝粥 老张啊 谢谢你 自到童童爸爸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 这些年我一个人操持着这个家 心里的苦楚真是没法说 你今天说的这番话 我记心里一辈子 可是 这存质我坚决不能说 命法 老张 不是我不想找个肩膀靠着 可是我怕我收了你这存质 彤彤会怎么想 我怕他会觉得寄人篱下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太了解这孩子了 咱们可以不让彤彤知道吗 将来如果咱们俩要能够 在一起的话 我的钱都交到你这儿管着 可是这存质 我坚决不能收 我这些年都苦过来 我都惯了 再说呢 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童童身上 就指着他读书能有出息 我们要是成了家 我就得把心思分一半给家里 现在是童童人生冲刺最关键的时候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耽误了他的前程 老张 你是好 我真心谢谢你 可起码现在这档口我不能答应你 对不住了 还有这存质 你坚决不能收 宁嫂 你这个妈妈当得太了不起了 不过 这存质你先别往里还给我 老张 宁嫂你别紧张 我不逼你 咱们俩的事成不成依你 你对童童的性我理解 童童这孩子又聪明又懂事 她将来有她自己的前程 你不逼你 宁嫂 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人 心好 手也灵巧 特别适合国日子 将来等到大学毕业了 她有自己的前程 你有心思想这件事了 如果你能接受我 咱们再在一起 好吗 老张 这个存质你还是现在拿回去吧 宁嫂 到时候再给我 到时候 我运衣服去了 到时候 宁嫂 宁嫂宁嫂 宁嫂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肚子痛了 你别动 你别动啊 你别动啊 来 走 走 走 到医院看看吗 不用 不用 一会儿就好了 哎呀 你看你就是太操劳了 以后不要这么累了 好吗 什么姐妹啊 至少在你背后捅刀子 什么不活公司啊 老娘不稀罕 美人啊 一个人啊 长得不错呀 要不要哥送你回去 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撒野 老娘出来混的时候 你们一个个还都在娘肚子里了 臭娘们儿 敢打老子给我收拾来 滚 别跑啊 还敢敢打老子 放手 放手 别跑 别跑 你们给我给我 撤 撤 撤 来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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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就不敢信封地干了 是不是因为上一次 其实开叔叔挺好的 自由自在 钱也够花 何敬礼 我送你回家吧 这是你第二次救我了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我不愧是一个卖保险的女人了 黄秀健 我送你回家吧 叫我餐肩 慢点啊 慢点啊 我要走 那你好好休息 要是没别的事 我走了 你不要走 你留下来陪我一会儿 行不行 我 好 那我去坐这儿 有什么事你叫我 有什么事你叫我 刚出锅的小米汁和包子啊 吃着吃 我吃不下 你胃不好 早餐一定要吃的 多少吃一点 我牙还没刷呢 怎么吃啊 不用了 你拿走吧 吃一点吧 陈娟啊对不起 昨天在公司 我一时气盛 就答应了去做业务总监那个事 是我不好啊 我知道这个总监啊 是你做最合适的 陈娟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是在昨天的会议上才知道 总公司对我的任命 我觉得这个位置吧 还是你做合适 所以我决定今天跟总公司打个报告 这个位置让出来给你 不用 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的请总监吧 你挺合适的 何经理 你好 我交边要迟到了 我得先走了 今天晚上 你去公司接我吧 我请你吃饭 昨晚晚谢谢你啊 好 等一下 好了 去吧 再见啊 小心点开车啊 来 陈娟 他谁啊 我先交男朋友 他干什么的 开初初的 你怎么认识他的 你对他了解吗 我怎么认识你的 我对你了解吗 初初啊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 我了解他 比了解你更多一个人 他原来是冯思琳的司机 有一回冯思琳想要欺负我 他就把他给打了 然后被冯思琳给开了 现在开出租车呢 我何禅君向来恩怨分明 对我好的人 我会十倍地回报他 禅君 报恩归报恩 但是有些事情 你要想清楚了 你看那个人 年纪轻轻的样子 是吧 清叔叔 我说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我当初找一大学教授 你说人家不靠谱 现在 我找一出租司机 你又说人家年轻 贺禅卷 我这么说 我是为你好知道吗 为我好 你别装了 清叔叔 你无分是想要表达 我找的男人 不如你的高端 是吧 是 您走的是高端路线 你们家林宇 那么大一老板 还安前马后的 把您照顾的 跟老佛爷似的 我呢 我倒贴 我白送 他都不待见 你满意了 好好的你提李宇干什么 我说 你是装傻呢 还是真糊涂 你不觉得上高中 你俩好那会儿 我有多么不开心啊 我不知道 算了 都是过去的事 我上提的 反正不管是过去 还是现在 林宇的眼里啊 都只有你 没有我 不过 你不觉得 你自己已经变了吗 因为有林宇这样一个人 在背后撑腰 你骨子里啊 已经把自己当皇后了 禅卷啊 我跟林宇真的不是 你想象中那样 我现在 我现在躲林宇都躲不及呢 嗯 我知道了 我头好晕 我还想睡一会儿 你先走吧 你跟那人你慎重考虑啊 你要让我给你送那些蛋糕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